上一节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如何使用自动对焦以及如何打开闪光灯 如何设置白平衡以及颜色特效 还有设置拍摄照片的尺寸以及照片预览的尺寸 还有照片的质量 然后有同学会说刚刚拍摄了一个照片大小是五点多照 我们看一下刚刚这个拍摄的照片的大小 5.25兆 有同学会说我们平时跟大家跟朋友聊QQ的时候 如果拍摄一个照片这么大那发过去岂不是要好长时间 对确实是这样 那么能不能对照片进行压缩一下呢 答案是可以的 对图片进行压缩呢 我们主要就是在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的尺寸 以及图片的质量 比如说刚刚我用的是4288乘以那个30 3120这个尺寸的照片 那么拍出来照片就是五点多照 5.25兆 那么当我们设置成1280乘720的时候 而那个图片的照片的质量仍然是100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只有194KB 可见这个这个两两个大小是将近很多很多倍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呢 这个照片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设的照片是100嘛 所以说我们平时在一些聊天工具的平时在一些聊天工具里面 我们可以不用把那个照片的尺寸设置那么大 因为我们手机上的像素也是有限的 手机屏幕显示的像素也是有一定 有一定那个局限的 比如说你的手机只有1280乘720 那么如果像素拍摄的照片像素非常高 那么它也只能显示1280乘720像素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平时可以把这个尺寸给它设置小一点 细心的同学呢 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手机呢 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手机拍照片的时候 我的手机现在是素质的状态 但是呢图像确实就是恨着的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相机的开门的预览方向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要手动给它设置一下 怎么设置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地方有一个属性 我已经写到笔记里面了 把它给拿过来 首先它有一个parameter 有一个set一个属性一个 这个是一个箭子对 然后它和这个linear layout布局里面设置那个水平啊 或者是垂直方向类似 传一个传一个值 然后后面是比较水平啊 水水平啊 或者是垂直啊 那么我手机是4.4的 这是这个属性是在2.2之前的 那么我们这个就先不要 我们就在安卓2.2以后 使用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把它提换一下 这个属性它传了一个值 90 90度代表呢 代表是这是这是一个度数 90度代表是垂直方向 那么如果穿0呢 就是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 那么如果传90度 90度就是 90度就是垂直方向 垂直方向 好 那我们先给它设置成零吧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OK 我们运行到手机上 好了 已经运行到手机上了 我们现在看到 我虽然说我手机上是 我手机是竖着拿的 但是呢 拍出来照片呢 却是 我们预览到的照片呢 却是横着的方向 好 那么我们给它设置成90度呢 看一下 设置成90度 OK 那我们再往手机上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方向已经变回来了 变成数值方向了 我们看一下 我这个手机是向上的状态 那么照片呢 也是向上的状态 好 这就是如何设置camera的预览方向 使用这个set display 这个属性 那么给它设置成零度 或者是90度 就可以自动设置成水平啊 或者是垂直方向啊 除了 3 4 2 0 3 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